俗话说的好,家有三样,无父也忘 哪怕只有其中一样都是好事 你知道是哪三样吗? 写负责任的历史,作用深度的普及 大家好,我是七七 家庭和谐美满,不仅要靠夫妻双方感情维系 经济基础也是必不可少的 毕竟贫贱夫妻百事哀 不要求大富大贵,至少能吃饱穿暖 偶尔出去游玩,经济自由了,感情才能够自由 老人们常常念到这句话 家有三样,不父也忘 也就是说,如果家里能满足这三个条件 不富贵也能兴旺 第一样就是德 德不仅是利家之本,也是做人根本 虽说法律是为人处事的最后底线 但如果只以法律为最终做人的根本 这个人一定是德行有愧的 有道德有良知的人,才能够在人生道路上走长远 家庭的德也是如此 一个有德的家庭,才能够培养出有德的后辈 尊老爱幼,是中国传统的美德 如果家庭上下都能够借行这一手则 首先,家庭内部的氛围就是温馨的 其次,走出家门,与他人相处也会被尊重和喜欢 有德,则会为自己的行为另一个标杆 不会做出过分和出格的事情 与这家人交往的人明白这一点 自然也会受到影响 约束自己 德的影响力会不断的扩散 有了德,家庭还需要什么呢? 第二样是秦 懒惰的人想要赚钱是天方夜谭 只有用自己的双手踏踏实实的做事 才能够获得回报 中国人一向以勤劳为评判一个人的重要标准 也是社会对一个家庭评价的准则 对学生来说,秦能补着 也精于秦,荒于兮 对成年人来说,富贵必从秦中来 中国古代重视农耕 土地是不会说谎的,也走不了捷径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 中国人形成了勤劳生财的理念 勤劳是一种会相互影响的品质 一个人勤劳,他肯定无法长期待在一个懒惰的家庭 他的勤劳也会带动身边的人 一个家庭勤劳则会相互带动 甚至影响社会上其他家庭的共同勤劳 整个社会氛围都会变得积极向上 有了积极向上的氛围,想赚不到钱都难 所以,想要构建一个小康家庭 勤劳是必不可少的品质 一家人携手并肩努力工作 才能创造出更多的价值 无论是物质生活还是精神生活 都比懒惰的家庭更不利 有了德和勤 家有三样,还缺哪一样呢? 第三样就是和 比起前两样来说,和更好理解 人们常念到家和万事兴 情绪对一个人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 和也是良好家庭营造的根本 更是家庭长久经营的基础 如果没有和,即使大富大贵也无人分享 甚至要拿这些资金去弥补在家庭中受到的伤害 赚到钱也没有用 之所以老人说和气生财 兄弟姐妹,父母儿女之间的关系和睦 在生活中就会处处谦让,互相帮助 没有猜忌,吵闹,节外生枝 一家人的生活即使没有那么富裕 也能够温馨的过下去 众人食柴火焰高 一个人很难做出惊天动地的大事 一群人共同完成一个目标 将大目标分拆成小目标 就很容易实现了 何的目的就在于此 让家庭成员团聚起来 缺点相互弥补,优点的共同促进 这样去共同实现生活目标 则事半功倍 剩余时间也可以一起享受生活 提高生活质量 形成一个良好的循环 彼此促进 古代帝王家处处都是猜忌和怀疑 即使有黄金万两 也会被消耗殆尽 赶朝换代 纵观那些和谐的朝代 无论是表面和睦 还是真正的胸有地公 至少皇帝和手足都是保持友好距离的 皇室都如此 朝代要想获得好的发展 都需要内部和睦 更何况是普通人家 从古至今的经验告诉我们 要父女先和睦 把时间和精力都浪费在斗争吵架上 哪来的时间去赚钱和学习分领呢 德情和这三种品质是一个家庭最需要的东西 像聪慧这样的品质呢 需要天赋啊或者是机遇 但是呢 这三种品质 只要人们呢自己愿意就能够拥有 有了这些品质的辅助啊 至少家庭条件能达到小康水平 至于大富大贵啊 就需要一些别的食欲了 你家是否有不负也忘的这三样品质呢 让我们在评论区一起进行探讨吧 这里是雪原同历史课堂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可以私信我每时每刻为您解答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